艾伦是一个幸福的人 他的亲友和家人都说他是聚会的灵魂人物 他知道怎么样安慰悲伤和沮丧的人 他也是婚姻中的稳定力量 他每天都期待日出 非常珍惜生命 每一天都充满感恩之情 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很完美 然而在他40岁的时候 有一次跟家人外出度假回家之后 却立刻开始觉得很奇怪 他不太能够解释 他感觉特别疲累 而且失去对生命的热情 有一种莫名的悲伤感觉慢慢出现 刚开始的时候 艾伦觉得这应该是休假之后的忧郁感觉 接下来的几个月 有时候他的心情好 但是慢慢的情绪又变得很糟 他觉得他失去自我 他的先生也非常担心 为了寻找答案 艾伦去看医生 医生帮他做检查 进行荷尔蒙的分析 因为检查结果显示 艾伦的荷尔蒙是正常的 所以医生诊断他得到忧郁症 并且开给他抗忧郁的处方 当他得到这个诊断结果的时候 全家人都非常震惊 他开始服用抗忧郁药 但是他实在不知道 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 所以他决定去找专业心理治疗师的协助 虽然心理师提供他很重要的知识系统 但是他忧郁的感觉还是一样存在 渐渐的他的忧郁感受越来越强 后来他的心理治疗师 建议他采用前菜制饮食的实来方法 改善忧郁情形 同时也找出导致他忧郁的原因 艾伦之所以会忧郁 是因为他的身体里面残留很多杀虫剂和除草剂 因为通常在他们外出去度假的时候 都会安排除虫公司在家里喷洒除虫剂 同时也会固定请园艺公司 喷洒除草剂来照顾草坪和花园 做过心理咨询结合中金属排毒的实料方法 艾伦解开忧郁的谜团 重新找回自信和对生命的日期 他感觉比过去更好 全家人重新开始回到过去幸福的日子